朋友们好,我是Peter。 今天和大家分享发酵鸡粪的方法, 与我的太太杰尼来做解说。 新鲜的鸡粪是不能直接给植物施肥的。 是因为新鲜鸡粪在土中会发酵产生热量, 从而烧伤植物的根系, 造成植物的死亡或停止生长。 所以,新鲜的鸡粪一定要经过腐熟发酵后才能使用。 在农村,一般是采用鸡杆或稻康混合鸡粪经过发酵后使用的。 而在大城市里,很难找到鸡杆和稻康。 我们现在使用变通的方法。 把新鲜的鸡粪和蓬栽土或者花园土来混合, 以达到腐熟的效果。 在容器里,导入一些花园土。 再导入一些鸡粪,搅拌一下。 然后再导入花园土,导入鸡粪再搅拌。 这样反复做,直至盆口。 把容器移味到光照充足的位置。 用木罐把混合好的鸡粪悄悄盐时浇上一些水。 罩上黑色塑料袋,并且扎紧袋口。 在这之后,每隔十天,打开袋子。 然后把鸡粪和花园土的混合物, 上上下下彻彻底底地充分搅拌几遍。 再套上袋子,扎紧袋口。 黑色的袋子,本身具有吸收热量的特点。 处在蒙热潮湿的环境下的鸡粪。 在经过两个月后,打开看一下。 如果鸡粪的颜色变成生恶色, 就说明已经发酵腐熟,就可以使用了。 请大家看一下。 我手里拿着的是新鲜的鸡粪, 颜色是土黄色的, 而腐熟发酵好了的鸡粪, 则是生恶色的。 如果种植面积比较大的话, 可以把新鲜的鸡粪倒入堆肥桶, 和腐叶混合, 经过几个月后,就发酵腐熟了。 谢谢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 谢谢观看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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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。